继续要讲我们去年开始讲的一个主题 叫做神的属性 那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个神很特别 很有趣的一个属性 就是关于我们的神是一位栽众的神 我想我们今天要第一个要看的这个经文呢 是主耶稣他在解释他所讲的一个比喻 那我今天就多花时间讲这个比喻 那我今天只插进去念这个比喻之后 短短的那一句话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3章第37节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来请 我想这里的他我们知道是指谁啊 就是指主耶稣对不对 那主自己他在讲了一个比喻之后呢 就是拜子跟麦子的这个比喻 他亲自跟他的门徒解释 他讲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在这边的比喻里面 他讲到仇敌呢 是来撒一些不好的种子 还有一些人呢 是来撒好的种子 那主解释说 那撒好种的就是仁子 仁子是指谁啊 就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 他最常常用他自称的话就是仁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主说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 那撒好种的就是仁子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这件事情 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撒种的人 撒种是什么意思呢 撒种就是一种给出去的意思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种的时候 我们给出去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种子是一种食物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就是说 我们撒出去的东西是可以吃的 那为什么不把它拿来吃 而把它撒出去呢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撒的种是 撒到水到里面的话 就等于说是撒到一个烂泥巴里面去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怎么浪费呢 我们人都知道 那个并不会这样子 我想那个是神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神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呢 是一个很普通的 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今天我们还是要提到这一点 那就是我们的神 他是一位给出去的神 他是一位撒种的神 那我们今天要看另外一段圣经的经文 在传道书十一章 的第一到六节 我们那个电脑能不能稍微朝我这方向 我们来念传道书十一章 一到六节来请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因为日子有命能地的糟 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他人 因为你能不知道将来有什么 灾过灵到地上 若能过满 就必死打在地上 苏能不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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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风的 Muslims al可 看风的地by院 ת 忘雨舍的地by笠外 雪ве 风从河道来 狗投在怀孕富来的台中如何如何在上 你一上去也不得知道 这样希望是神神作为 你愿不得知道 早晨要上你的走 晚上也不要携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的八王 或是草草 或是王神 或是念不得 我想这边是在讲到 草草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段经文 那我今天没有打算要详细解释 这样子的一段经文 因为我很久以前 差不多十年前 我曾经花了半年的时间 讲传道书这本书 如果你还记得 我们中间如果有待过十年以上的人的话 可能听过 那我今天呢 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提到 我刚刚已经讲过的 这边说 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 记着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 对不对 我们撒出去的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粮食 可是呢 我们不会把所有的粮食 都把它收起来吃 我们会有一部分 我们一定要给出去 一定要撒出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将来撒出去的那一个呢 一定会成为一片稻田 会有更丰富的一个收成 主耶稣用这样子的形容说 有时候一粒种子撒出去 一个鼓粒把它撒出去 后来会得到三十倍 有时候会得到六十倍 有时候会得到一百倍 这是我们的主所说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 自古以来人都懂得这件事情 即使人在短缺的时候呢 他们还是会把粮食撒到水面上去 因为你必须这么做 我们才能够继续的生生不息 我们继续会有食物可以吃 我觉得这个世代的人 有一点忘记这个事情 可能不一定是指在 倒作这一方面 有时候可能在一些事情上 我们逐渐的忘记这件事情 那一定是一个危机不是吗 我所讲的不只是地球上的一些资源 也包括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事情 这是今天我将会提到的 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把粮食撒到水面上 那个不是一个浪费 因为它将要收成更多的粮食 你知道这个世界 一直都是在这样子运转 对不对 在很多方面 不只是倒作 不只是浓物而已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运转 那是上帝经营这个方式 经营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因为撒种给出去 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你看这个宇宙 就是这样子 这个宇宙 在圣经里面说 神曾经用他大能铺张诸天 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的那个地方 我们今天比大卫比以赛亚的那个时代 更了解这句话的一个意思 更能够体会 更能够有更丰富的一点想象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文知识 比他们在那个时代要懂非常多 我们知道这个宇宙里面有亿万个星云 星云就是Megulat 有亿万个星云 像银河系一样的星云 那每一个星云里面又有亿万颗 像太阳系一样的恒星 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宇宙 因为神用他的大能铺张诸天 可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子 把他铺出来的呢 我想这个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当神用他大能铺张诸天的时候 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场 对不对 因为那是一个很遥远以前的事情 可是今天我们科学家也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有些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人 我们很容易很轻易的否定科学家的一些说法 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开放性的一个问题 我们并没有完全神到底是怎么样子 把他铺上去的 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神一挥手就可以让你看见这些星球 这些星系这些存在的这些样子 按照规律在那样子的一个 有一个定期的一个运转 那至于科学家常常提到一些几十亿年的一些年代 我觉得那些几十亿年 那是一个不太准确的一个 那只是一个推测而已 因为我们能知道的年代 我们能够预测的一个年代 其实是很短的 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很短短的一个年代 现在一下子就可以运用到几十亿年那样子的时间呢 我想或许还是有可能 但是我们很难够 很难把它讲得很清楚 也许是这样子 我们的神用他大能的手 把他挥洒出去 就造出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伟大的一个宇宙 许多星球许多的星系 而且各自按照他的规律在那里运转 可是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像今天有一些科学家 他们所以为的 在这方面科学家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那有人以为这个世界刚开始造成的时候 有可能只是一团氢气的那个氢气的原则 是一种从最简单的原子结构一个阵电一个负电开始 那当它开始集中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质量 然后就在一个大爆炸里面 我们叫做Big Bang 在一个大爆炸里面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宇宙 开始有时间 开始有这个空间 然后呢 形成各种的原子 各种的物质 各种的星球 各种的星系 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所以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因着他的背景 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 那到底神在他这些创造里面 他是在哪一点介入 开始做他的工作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 完全的知道 但是呢 都是有可能性的 可是那个是神所做的一个开始 对不对 我非常相信 然后神说 他看了这个伟大的宇宙之后 他觉得这个宇宙还不够满足神 所以神说我们要开始造一些 跟我们很相似的一些生命 可是这又开始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神到底是一开始就造出现在 我们所看见的这么多 这么多的一些种类的一些物种 还是神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细胞开始 然后呢 神放了这个生命最基本的那个物质 DNA如何的继续的变化 然后呢 开始变化成一个很复杂 很丰富 很多样 美丽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式 我们很难确定的去说 可是呢 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的神是为给出去的神 神他是给出去的 诗篇他用这样子的言语来表达这个意思 诗篇里面有句话说 他发出他的灵 他们就变受造 对不对 我想这个地方讲的并不是动物跟植物而已 他把一切的事物都描述在这句话里面 神发出他的灵 这一切就都受造 无论怎么说 喜欢给出去是神的一个属性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神在分享他自己的一部分 对不对 圣经说 这一切都是借着他而造的 他看着他所造的这些丰富 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想象力 能够挥洒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地步 然后呢 我们的神开始欣赏他自己的作为 我觉得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是一个非常棒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而且呢 我觉得当我们这么小的时候 更接近这个宇宙原来形成的那个样式 就是神他把他自己的一部分 把他给出去 挥洒出去 像个撒种一样 后来发展成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世界的 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我想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那里面包含了神的丰富 神的大能跟神的想象力 后来我们的神想要看 他的想象力可以挥洒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地步 然后呢 他欣赏他自己所创造的作为 我想我们的神 他不只是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宇宙 他还造了一批跟他性情很相似的人 我觉得神 他造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他邀请我们跟他来一起 来欣赏他所造的这一切 我非常喜欢在十七世纪 英国写的那个西敏寺小教育问答 就是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我想今天有些长老教会 他们还要求信徒一定要备会 这个107条的这个问答才准他们受洗 我们教会没有那么严格 我想 可是呢 这个107条是 讲到圣经里面一个福音很重要 很基本的那些真理 那其中他的第一条他是这么问的 人的受造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回答是 我们被神所受造所创造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 还要以神为乐 永远以神为乐 有些人呢把这个后半句 把它诠释成这么说 他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 还有呢 欣赏并且享受神 欣赏并且享受神 我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我们受造的一个目的是 我们能够欣赏 而且能够享受神 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传道书是 我们知道是所罗门王所写的 是神借着所罗门王给他一些智慧 他说我们要像神一样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粮食 要把这个种子它给出去 把它撒出去 而且我想在那一段经文里面 表达的表达一个意思 就是说你不要只看眼前的光景 来决定你应该做些什么 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 望云的必不收割 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看时事 你看天气 你看环境 你看别人的反应 你看这个 你看那个 所罗门说 无论怎么样子的情况 你总是要把种子把它撒出去 那是一件好事情 多年来我跟你讲 我一直认识这个道理 我把它当作我生活生命 付事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当事情出差错 以至于我们会有些 不太美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被吸引去注意 那些问题 一直想要怎么解决那些问题 可是呢 其实我们最先优先的 应该是这么想 就是今天会有这个问题 一定是过去有人 或许是别人 或者是我们自己 撒过不好的种子 那我们现在正在收成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现在看见一些 很不美的一些事情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现在一定要撒出好种出来 我想那是一定需要 年日才能收成的 对不对 那才是我们应该 优先需要去做的事情 我想所罗门 在这个地方 他的意思 也是一样的 你不是用眼前的光景 去了解去判断 你合不合适 现在去撒种 合不合适 现在放出去 合不合适 现在去把它给出去 所罗门说 任何时候 你都要这么去做 因为你不知道 到底是找撒的先收成 还是玩撒的先收成 你不要只是 想要立刻看到果效 你才愿意去撒种 你是随时 只要去把它撒出去 终日必定得着 对不对 终日必定得着 我想 神的这个属性 其实是很单纯的 我们是有一个 很多样性 看起来很复杂 很丰富的一个宇宙 可是你要知道 当神成全 造了这一切宇宙的时候 神继续地治理它 可是它是用一个 很简单 很单纯的一个方式 这是以前我们曾经 讲过神很重要的 其中的一个属性 就是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单一 单纯 单一 纯洁是神的特性之一 神用很简单的方式 把它给出去 然后呢 事情就变成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样子 我想最容易 我们去了解这个道理的 其中一个方法呢 就是像种子一样 洒出去 日久必定收成 我们都有经验 有一些我们所种的东西 有一些我们早点 洒出去的东西 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够有所收成 对不对 那有一些东西是这样子 那另外有些东西 它并不是这样子 它是我们晚一点傻 可是呢 它明天早上 它立刻就冒出芽来 对不对 我们中间有很多词学 农业的 像那个红利 对不对 所以 这是我们行万事之神 祂所行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 去了解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奥秘 可是呢神祂要我们能够效 去效法祂 我们效法祂的方式 就是我们也能够像神一样 去把它给出去 那我们既然要像神嘛 神祂想要我们像祂 这是神其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那我们要像祂 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它给出去 花种子把它撒出去 一定会有收成 这个世界要借着这个 继续的去进展 那神的国呢 也要借着这些 继续的往前发展 所以我们的神 是一位给出去的神 我要请大家来看 另外一段经文 在亚顿书的第一章 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来一起来念 这三节经文 来请 所以我们的神 祂是一位喜欢赏赐的一位神 这边说美善的恩赐 跟各样权备的赏赐 都是从祂那里来的 祂喜欢赐下 祂喜欢给出去 祂喜欢撒种撒出去 其中一个祂撒的种 就是祂造了我们 那也是神的一个给出 祂用真道生了我们 对不对 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词 圣经里面记载有很多 像这样子 神怎么样子给出去 然后我们怎么样子看到一个成果 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需要这样子的来读 看到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就像是有些人 他们在写一些伟大人物的 一些传记的时候 如果他们真的要把传记 要写得好 他们多半会写到这个人 他是从哪一个源头出来的 对不对 包括他怎么样子受装备 怎么样子受造就等等 一本好的传记 他不会只描述 这个人成功之后 他怎么样子的一些成就 他一定会讲 他是怎么样子 源头是怎么来的 我想圣经也有很多 像这样子的一些故事 很多年以前 在埃及地 当以色列人 在埃及在那边 寄居的时候 成为埃及的奴工 以色列人还面对了一个问题 就是埃及王下了一个命令 要杀掉在他们的地方 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 就在那种情况之下 神临到了一位母亲 给他一点信心 让他很勇敢的 没有把他的婴孩 把他交出来 藏了他的小婴孩 藏了三个月 后来实在是藏不住 神很奇妙的安排这个孩子 后来被法老埃及王的女儿所领养 后来成为埃及王子 而且神奇妙的安排 是埃及王的女儿 还找了这个孩子 亲生的妈妈 来担任他的如母 然后就是因为 他的亲生母亲 成为他的奶妈 我想摩西从小 就从他母亲里面 听到很多的一些东西 你知道吗 这是上帝所给出去的 神给摩西的母亲 有一个意象 有个vision 就像是一个种子一样 放在这个孩子的里面 后来发展的故事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故事 这个摩西我们都知道 他后来摩西长大之后 他不眷恋埃及的财富跟地位 他宁可和自己的同胞去受难 他没有任何的眷恋埃及的财富 跟环境 后来神使用这个人 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行出了许许多多伟大的神迹来 建立了祭祀的国度 那一件事情不只是 以色列这个国 得以能够有一个源头 所成就的不只是一个 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而已 事实上那一件事情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 你知道今天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宣称他们是向基督所效忠的 无论是基督教 天主教 东正教 犹太教 他们的源头都是从这边开始 借着一个妈妈把她给出去的 一直到今天你知道吗 母亲常常是一个最像神像一位洒种的人 母亲最像是一位像神一样给出去的人 我没有办法详细讲很多故事 可是如果你留意历史历代 那些改变了人类风貌 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 那些很有成就的人 他们中间有不少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故事 他们后来有那样子的一些成就 他们常常会归注于当年他们的母亲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些什么事情 给够他们什么东西 几百年之后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小村庄 在那个有一个晚上 有一位老爷爷 大群孩子围着一位老爷爷 我想那位老爷爷可能年纪很大 又留着白胡子 开始讲他以前所听到的一些 所看到的 所经历的一些故事 那一天那个老爷爷讲到 有关于神的约会的故事 神的约会本来是应该在会幕里面的 后来神的约会是怎么样子被掳到外邦去 后来又怎么样子在外邦大写 荣耀等等这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 那些小孩子在老爷爷的脚的旁边 听得都非常地很专注 很有意思 听完之后呢 小孩子就回家去吃晚餐了 然后就散了 可是在那边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很不一样 他一样听故事 可是呢 他把这件事情很具体地放在他的心里面 神放了一些东西在人的里面 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看 大家都在听故事 大家都在听到 大家今天都住在这个地方 可是呢 有一个人他心里面有不同的反应 那一天就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种子开始在这个小孩子里面 后来经过很多年之后 后来这个小孩子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他的国坚定之后 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去寻找这个约会 他把他小时候所听见的这个故事 把它具体化 我想这是圣经里面 另外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 就是大卫王他怎么样子的去寻找约会 怎么样子的他想要为约会去建造这个圣殿 但是我们知道神并没有答应大卫 让他建造这个圣殿 神让他的儿子 所罗门来建造这个圣殿 可是你知道 因着大卫所做的 从此以后不只是大卫他自己 历史历代有许多的人 因着这个故事的启发 感动 他们都因此成为一个寻求神的人 你可能 你还不知道 在人类 这件事情 在人类大概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影响 多么伟大 那那个就是 你今天你在世界上找到一些寻求神面的人 而神是借着这些人 借着这个人 给他们带来许多的祝福 所以你不知道 有时候你给一个小孩子讲故事 你会带来怎么样子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留心的讲故事 给我们小孩子听 你要留心你是讲些什么东西 有时候不一定是讲故事 有时候你偶然讲的一段话 有时候更重要是 你在他们面前 你是过着怎么样子的一个生活 怎么样子的样式 很可能都是种些种子 在这个孩子里面 就是你所给出去的东西 将来呢 要有何等奇妙的成就 何等丰富的成就 你知道 神会做工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他说 就是要把你的粮食 撒在神面上 日久必能得着 我想那是神的一个仿则 神的一个属性 也是神希望我们可以成为 他像神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情 又再过了五百年 当神的百姓 因着以色列人多年的悖逆声 后来呢 神终于惩罚他的百姓 把他的百姓交给在外邦人的手中 让后来兴起的这个后巴比伦帝国 把南国犹大把他灭掉 让许多的百姓因此被掳到外邦去 可是在被掳的当中的其中有一个人 神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呢 有一个大有权色 而且非常很骄傲的 这个尼布贾尼撒王宫里面 神栽了一小株幼苗 你都知道我所讲的不是一个植物 是一个人 一个人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蛋以利 如果你很熟悉圣经里面 当然以利的故事的话 十几岁的孩子被掳到外邦去 可是当尼布贾尼撒 要从这些被掳的这些孩子 这些青少年里面 中间选一些长得比较好看 健康又聪明又很懂事 人的时候呢 蛋以利是其中一个被选上的 那巴比伦王要给这个孩子 有许多的训练 使他可以成为他们将来国中可以用的人 他不知道这个孩子里面 有另外一个东西 那将要比 这个王给他所受的训练呢 更有征服力 更有力量的塑造这个孩子 我想蛋以利他从年幼 就是有这个种子在他的里面 那个种子是神放在他里面的种子 那个神就是把正知 忠诚 智慧 放在这个年轻人里面 我多么盼望我们中间的青少年 我们的青年 我们的年轻人 神也一样把放在蛋以利里面的东西 放在你们的身上 我想那个比巴比伦王要给你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 要比这个世界给你的东西还要伟大 还要宝贵多了 可是你要知道 蛋以利还是很认真的学习巴比伦王主 他的一些东西 我想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你要知道你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 神所放的正知 忠诚 智慧 在他的里面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神给了一点东西 神种了一个幼苗 在这个年轻人的里面 可是你要知道 就是这一棵幼苗 它生活在一个大有权势 当时世界上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巴比伦王的身边 使那个骄傲的狠的尼布甲尼撒王 不能够为所欲为 你知道吧 那它后来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都是受着这件事情的一个影响 这是蛋以利书所让我们所看见的故事 弟兄姐妹们 你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神只要给出一些东西 总是不会突然返回的 我们一定要认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到第11节 讲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以赛亚书第10章第55章10到11节 来我们来启念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借着他所说出来的话 当人有领受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种子 栽种在他们的心里面 那将要成就多么奇妙的事情 神只要给出一点东西 他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 你要知道 神在这世上给出很多东西 对不对 比方大约在250年前 在奥地利的这个Sauceberg 我们知道奥地利是Austria 并不是Australia Austria 那里面有一个家庭 生下了一个男婴 神放了一点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Muse 你知道Muse是什么吗 就是Muse 在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 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词 他放了一点Muse 在这个孩子的里面 所以使这个孩子呢 五岁就开始会作曲 11岁就成为他们那个 教区的首席音乐家 虽然这个孩子 只活了短短的35年 很短的一个年人 可是他所写出的音乐 至今很少人可以跟他相比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我所讲的是这个莫扎特 神给出不同的东西 塑造了今天不同的人 1951年 在美国的汽车城 Detroit 在一个很平凡的黑人家庭里面 诞生了一小龙孩 神这一次呢 用他的左手 弹了另外一个东西 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算不算是一个平凡的 一个特质 就是这个孩子呢 他的眼睛跟手的协调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他长大之后 他第一次被邀请去打乒乓球 他以前他从来没有打过乒乓球 也没有听过乒乓球 所以他就看别人怎么打 然后呢 他就开始跟别人打 这一场 他开始打之后 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赢他 后来我们知道 他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乒乓球国手 来代表美国 神使用在他另外一个方面 让他影响无数人的生命 我想应该是这么说 应该说他挽救了 许许多多人的生命 特别是小孩子 因为他是美国很有名的 John Hopkinson 医院脑神经外科的主要医师 Ben Carson 我们知道他目前被 这个 克里斯文特朗普 来提名成为 美国住房跟城市 发展部长 我们讲过很多次 比如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神给他是他的灵巧的手 跟眼睛的一个配合 让他做 让他做一个很不容易 很细微的一个手术 你知道他是第一位 第一位把这个后脑勺连提英 他分杯很成功 分割成功的一个人 很有意思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刚刚所讲的 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平凡 不是吗 所以我不知道 我们今天神放了 一些什么东西 在你的里面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会有 都是会有一些东西 神会放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基督徒 他高中的时代呢 有一天他放学的时候 他看见他的同班同学里面 有一位 常常不太跟人讲话 他自己也不太熟的一位 男生同学 他不知道那一天 为什么这个男生同学呢 他手上拿了一大堆东西啊 书本啊什么什么 有的没有的 然后不小心啪一下 撒了一地 那这个同学是平常 不太跟人讲话 所以一般人对这样子的同学 都是不太会去主动去 搭理像这样子的一个人 对不对 可是这个年轻的 这个基督徒呢 他过去他不但去帮他把这些 他掉了满地的东西 他捡起来 竟然还很亲切地跟他讲话 可是那个男生 还是没有太去搭理他 可是呢 他还是这么去做 可是他不知道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过了一两年之后 在他的毕业典礼上面 那一位帮他减书的那位同学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而且呢成为一个 全体毕业生的代表 为了全体毕业 为全体毕业生代表来致死 他提到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他说那一天 他不知道是忘了 他不知道是 因为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事情 他拿了一大堆的东西 他把学校东西全部都 已经整理好了 准备要带回家 去分给别人 因为他那一天要准备 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可是就是因为这位年轻人 基督徒过去帮他捡东西 而且呢最主要是 跟他很亲切的说话 使他感受到 人生其实还有另外一面 他因此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 你知道这些都是我们 可以做很轻易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在我们的四周里面 你不知道你做的一些事情 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 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跟神一样 成为一位给出去的人 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很简单的 很善意的一个元首 一个很亲切的一个微笑 在就这很简单的一些东西 你知道在过去人类的历史里面 曾经发展出许许多多奇妙的故事 神伟大的事情 伟大的作为 常常是借着这些很微小的事情 整个结合起来 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个世界的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跟神一样 去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人 所以给出去是神的一个属性 让我们也养成这样子 一个习惯吧 让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三十五节 这个是保罗他在临别以前 跟以佛所的掌握所讲的一段话 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段话之一 世界上有很多人也讲这句话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句话其实是出于圣经的 我们来读这段话 《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三十五节来信 我凡是谁能处着好人 将教者之后 一般最爱的老主 福祖和弱的人 又将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使比受更为有福 我讲的是后面的这句话 使比受更为有福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保罗是从哪边听到的 因为圣经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地方有提过 主耶稣曾经讲过这句话 我们知道 保罗他并没有在主耶稣 还在道成肉身的时候 在肉身的时候 他认识过主耶稣 是他后来主他成全的救赎 复活升天之后 保罗是以一个 破坏教会的一个身份 在路上遇见的耶稣 对不对 然后呢 扭转他整个的一个生命 所以我不知道 到底是主给他的启示 还是他是从那些亲自 认识耶稣的人所听到的 那我想 只是刚好这句话 也没有在圣经其他的地方 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记载 我想那个并不是很重要 我想保罗是应该 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人 所以保罗说 我们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使比受更有福 让我们能够养成这个习惯 好吗 使比受更有福 我们可以给出些什么呢 善意的元素 一个甜美的微笑 有时候给出一个人 很称赞的话 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 对别人称赞 对别人肯定 让我们能够养成这个习惯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我讲的称赞 并不是你看见一个 一个小孩子 也说好可爱哦 或者说好聪明哦 我想那些称赞都是有点假假的 因为你可以一转身 就把我们的孩子骂一顿 笨蛋 多半的孩子 通常都从他的父母亲听过 好聪明哦 跟笨蛋 这两个形容 所以我发现 当我想要养成 无论对谁 都可以说出正面话的时候呢 对我的生命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很大的一个造就 那就是因为 我一定要让我所讲的话 一定是一个真实的 那就是我要培养我自己 常常正面去想事情 我特别指的是人 让我们能够养成这个习惯 称赞跟肯定人的一个习惯 还有 让我们能够养成 饶恕的习惯 放手 我想那是另外一个 很像神的地方 你们知道吗 饶恕是神的属性 祂的特质之一 也是生命的特质 饶恕 并不是看这个人配不配 不是 如果今天 看配不配 我们其实都得不着神的饶恕 对不对 我们哪有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配得神的饶恕 可是你要知道 那是神的属性 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个 有的时候 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 人家说 没有关系 你知道讲这句话 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行为 特别是你的位置 特别是比别人高的时候 我的意思 或许你是老师 你是父母 你是领袖 你是主管 你是老板 等等 你下面的人犯了一个错误呢 你应该说 没有关系 我想这是一个 很尊贵的一个行为 这个要比你 赐贺他要尊贵多 我想给出去也包括 金钱嘛 对不对 所以 当然 当然 有需要的时候 让我想到 十八世纪英国 John Wesley 约翰 Wesley 在读 牛津大学的 Christchurch College 的时候呢 他跟几个同学 相约 组成了一个club 后来人家细称他组成的club叫做Methodist 那就是他们什么事情都方方正正的按照规矩 后来他们觉得这个名字也蛮好的 所以他们也制称自己叫做Methodist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Methodist已经不是一个绰号 一个另类的一个绰号 我们知道这个Methodist这个字已经成为美国基督教的教派中的其中一个教派 对不对 这个中文叫做卫理工会 对不对 其实他本身 之前他并不是叫卫理工会 他是叫寻道会 寻道会就是Methodist的一个意思 因为他们凡事都要依寻遵循神的话来做 其中一个他们发现 读圣经之后他们发现神很眷顾穷人 所以他们就会常常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他们会常常去花时间去看望病人穷人 可是你要知道 John Wesley他并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John Wesley跟他的兄弟Charles Wesley 一直在那个地方服侍 五年之后他就过世 他过世之后呢 他被埋在一棵树的下面 那棵树就是他十六年前 他出顶这个夏威德这个岛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人接待他 他睡在那棵树的底下 就是像这样子 那个从神把他儿子给我们一直到现在 那个给一直传续下去 一直到今天 你不知道吗 这个世界就是因此而形成的 那是一个神伟大的属性给出去 啥种这样子形成的 有时候像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位神父一样 这样子的给出去 好像没有什么很亮丽的一些成果 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可是你知道吗 有一百多年以来 多少的人的心里因他的故事受到感动 把自己献给神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那就是神的一个作法 他的法则 他的属性 不求短期获利跟成果 这跟这个世界这个世代很不一样的 神知道他只要给出去 他只要把粮食撒在水上 日久必能得早 他口所说出的话 必不会突然返回 这个世界将要变得不一样 神的国也因此可以 因此可以发展出来 我们先起立 我们来参考诗歌